主应许我们 主应许我们 我们是得胜世界的 Amen 在我们主呼召我们的家庭里面 放正的救赎的意义在里面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会问我们说 你们基督徒每次说 你们是得胜世界的 但是这个世界是这么真实 你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时候你们感觉自己很退后 很落后 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好像 该隐的后裔 他们所带动的世界 总是在前面 我们基督徒总是追不上 这个世界的人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各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各位不能否认了 在这个世界前面带领的人 我们会看到像现在 我们常常看到的有一些人 很有名的 有势力的 有成就的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我们中国人 马云 我们很多这个世界有名望的 如果我们好好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是非信徒 他们是不信上帝的人 那我们都很疑惑说 为什么这些人 他们都是在世界的 带动整个世界的人 他们在经济 政治 军事 各方面 美术 音乐 这些好像他们都节足先登 各位注意听 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 一个大概念 因为 该隐的后裔 他们的专注 是要得 听得懂吗 该隐的名字 就是要得的 所以对这些人来说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他们集中他们的意志 他们的追求中心目标 就是要得 所以你们马上会发现 他们一在这个世界 他们很容易掌权 该隐直接种地 取得那个利益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 学习这个世界一切的学问 所以在各方面 你们会感觉到 这个世界的人 好像节足先登 那亚伯的后裔呢 是怎样 亚伯的后裔就是我们 基督徒 我们是知道自己有罪 我们是知道自己需要救赎 所以这样的人呢 总是会发现 哎呀 我们要纪念 我们要纪念主的宝血 主的救赎 不能忘记这个东西 所以当我们不能忘记这个 我们就会发现 有时候 我们主日要来教会 周间要来教会 所以你会发现 你花很多的心思 在保守你的信心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走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很退步 各位这是一个自然的原理 比如说如果我三次四次 要来教会 一周里面 花这样多的心思在教会 我的孩子一起带来的时候 如果跟这个世界的孩子 比起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孩子 他们有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心思一年 能够放在学习 这个世界的孩子 你们一看的时候 学钢琴 学芭蕾舞 学小提琴 上英文课 上华文课 算术不好 上算术课 什么都可以对不对 所以我们基督徒 主日一天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就周间到教会 各位会发现 赶不上 好像赶不上 有夫妇两人都是专业人士 有专业人士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人其实呢 就很高的学位 但是因为 为了要跟从主 有时候呢 这个世界里面呢 我们不追求 我们不想多得 我们只想把自己所拥有的 才能 财力 用在国度的事情上 所以在一个自然原理里面 你会发现 有这样的现象 有这样的现象 来的时候 很多的基督徒 在这样的光景 看到这样的现实的时候呢 慢慢慢慢 连花多一点时间 在教会里面 也不愿意 能够花大笔钱 在投资 但是 绝对不愿意奉献 各位会发现 教会里面的信徒 慢慢就妥协世界 慢慢采取世界的方法 他们的心灵里面 越来越失去 那个血腥味 各位会看到 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但是你说 上帝啊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走得很快 他们走在前面 我退步 我的家庭 我的孩子退步 没有办法 我告诉各位 你会问 主啊 为什么你这样许可呢 今天各位要明白 当主 许可改引的后裔 在世界的前面 好像他们 截足先登的时候 上帝并不是不知道 上帝知道 但是当他讲 许可的时候 他是为了 要证明他与他的子民同在 所以当他的子民 看到这个世界 走在前面的时候 然后被牵着这样走 就好像在埃及地里面的 以色列人 埃及 法老王牵着他们 走的时候 他们的心灵里面 会产生要求告上帝的心 各位理解吗 上帝要圣民的求告 上帝要圣民 依靠他的应许 因为圣民 依靠上帝的应许的时候 上帝赐下 那个超自然的圣灵 各位知道吗 这个该因后裔的 他们的聪明 果断 能力 智慧 是只有圣灵 能够胜过的 只有神的子民 祭念那个宝血 主啊 我们是被救赎的 求主怜悯我们 主啊 我们是有罪性的 求主洗净我们 我们保守我们的心 信靠你的时候 很奇妙的 弟兄姐妹 有圣灵的帮助 引导 感动 启发 灵感 赐给我们 所以赐给我们圣民的时候 圣民才能够 在这样的光景 脱颖而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相信 这个世界的什么 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 这个不久的 你不要相信 你孩子在各方面 全人教育 怎样的优越 各位当他长大 当他面对这个世界 他是面对 这个该隐的后裔 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世界这么有力量 有名望的人 他们在前面带领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孩子的聪明 你孩子的优越 不能胜过这些东西 这些反而是叫他们 更担忧 惧怕 怕自己得不到 怕在这个世界赶不上 他们比你更爱世界的时候 他们的心比你更脆弱 各位理解吗 怎样的光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圣民 他们来到一个尽头 我们是知道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不能像该隐的后裔这样 只有为了德而活 我们的家庭不能为了德而活 我们的家庭需要保血 像亚伯 就是他杀血 献血寄给上帝 像这样做当中 很奇妙的 虽然他殉道了 他殉道之后 上帝赐下塞特 塞特 各位塞特的后裔 继续来的就是诺亚了 当世界受审判的时候 各位世界受审判的时候 只有挪亚跟他全家 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他们被保存 他们传那个救赎的信息 在最后的时代 有这样蒙恩的家庭出现吗 有这样蒙恩的家庭出现吗 弟兄姐妹 就祝福我们 我知道我们心里面 有时候 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 我们多盼望 夫妇关系好 孩子好 经济好 都好了 我们能够生存了 我们才想 我们服侍主 我们见证主 No 绝对不是 现在上帝给你们一个 很现实的光景 我们的家庭 就是生在这个时代里面 生在该隐的后裔 好像在掌权 跟从 杰柱先登的 这样的时代 这样的世界里面 你有怎样的能力 能够送过他们呢 所以各位会发现 你需要圣灵 救赎不是单单 给你死后上天堂 不是讲这个东西的 如果基督死后上天堂 我们信主 马上死了 快点上去了 对不对 基督徒 得到救赎之后 他能认识了 有圣灵的 无限的帮助 他认识了 这个时代的使命 他活在地上的时候 很奇妙的 他就以救赎为中心 所以一个家庭 所以这个 把我们带入 第三个概念 一个家庭 他要在这个世界 脱颖而出 这一个家庭 夫妇的关系的那种相爱 是这个世界找不到的 基督跟教会的相爱 在夫妇的相爱 孩子呢 不要担心 他学习坏 学习慢 他在过程当中 长大的过程 走过一些 软弱的道路 对不对 不听劝 野蛮的道路 甚至有 有这样的过程当中 但是最后 他脱颖而出 最后他蒙主使用 最后他活出上帝 给他的使命 是怎样来的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家庭 被带领的宗旨 是一定跟大使命 有关系的 上帝拣选 挪亚一个家庭 各位看 神跟挪亚的关系 是什么 挪亚与神同行 他在神眼中是义人 所以因为他的缘故 上帝救赎他的一家 然后他说 你的一家庭 你一生做什么东西呢 建教方舟 你建教方舟的时候 就是在传扬救赎的信息 你们知道吗 在传扬救赎的信息 这个世界的人说 这么晴朗 哪里有下雨 这个世界的人看 这个经济股票 继续增长的时候 这个世界跑得这么快 我们也跟着跑的时候 怕什么审判的时候 挪亚在建方舟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他在建方舟 他在去教会 各位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做 我们以教会为中心生活 以基督圣经 为价值观 那个中心观念建立起来 上帝拣选亚伯拉罕 与亚伯拉罕同在 告诉他什么 亚伯拉罕 我要审判 所多玛尔摩拉 这个心意告诉他的时候 叫他为所多玛尔摩拉祷告 他祷告了 有这样祷告的结果 很奇妙的 当他继续这样祷告 为这一人祷告 他祷告完了之后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审判就来到 所多玛尔摩拉了 一人就被救出来了 各位这就是 一个家庭 我们建立一男女女 我们结婚 我们带着这样的观念结婚 然后当我们生了孩子之后 这个家庭养育的时候 有一些难处 但是主教我们带着 这样的心态来面对 有这样的难处 原来 一个蒙拯救的家庭 他是同时 拥有了拯救时代的使命 各位这就是今天的信息了 你蒙拯救了 然后呢 你自己好就好 你没有办法胜过 该隐的后裔的 该隐的后裔不是开玩笑的 该隐的后裔 他们在前面 带动政治 经济 军事 美术 音乐 这些潮流 他们带动 这个风气 他们带动的时候 不是说 我不要 我就活在农村里面 你们可以吗 你们现在回去干绑 没有一个人要的 这是不能的 这是你的心里面被拉扯 被拉过去的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来的 所以最后这个信息 其实最重要的 前面的信息呢 夫妇怎样 孩子怎样教育 如果最后 那个终极的目的 没有走向这个 今天信息要讲的 救赎时代的使命 自动被世界吞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